在这种知识的暗示中,解放了政治公开,继续到的情况之间, 你不犯的确认,是为了确认的确认。 洪都拉斯决定同中国建交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做出的政治决断, 不设任何前提,中方对此高度赞赏。 建交不是交易筹码。 近几年来,巴拿马、多米尼加、萨尔瓦多、尼加拉瓜等国 相继同中国建交或复交,均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。 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同样如此。 去年1月,五合国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, 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, 强调应当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,减少战略风险。 在当前形势下,各方应当聚焦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,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。 中方坚决反对美加两国对中国无端攻击抹黑。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,倡导开放包容, 践行合作共赢,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,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,国际秩序的维护者。 反观美国和加拿大, 暴守冷战思维, 推行集团政治, 煽动阵营对抗。 孰是孰非,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。 美加应当做的是反攻自行, 而不是混淆是非, 倒打一耙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